大家好,我是小林,辅竹不要总是炒着吃,给大家分享一个三鲜辅竹的做法,汤鲜味美,辅竹软烂入味,特别的开胃好吃。 首先我们来准备辅竹,辅竹好吃,但是不容易泡发的,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泡辅竹的小技巧。 泡出的辅竹很软,没有一点硬心,并且特别的节约时间,很快捷的。 先把辅竹掰成一小半一小半的,这样方便食用。 很多时候,朋友们都是提前一夜把辅竹泡好,那样泡辅竹,辅竹营养会流失,并且时间长了,会容易滋生细菌的。 口感也不是很好吃起来的辅竹,所以,泡辅竹一定要学会技巧,不一会儿就能够把辅竹泡好。 掰好的辅竹放入大碗中,加入少许的白糖,少来一点白醋。 接下来,我们加入温水。 再来一点盐。 抓拌,抓拌,抓拌均匀。 套上一个保鲜膜,一定要处于一个密封的状态,像这样,我们浸泡着。 准备一把木耳,加一把面粉,白糖,抓一抓,把木耳泡开。 我们来准备两颗笨蛋,这样的鸡蛋是白色的,白色的口感比较嫩。 我们用盐把鸡蛋外壳搓干净。 食盐有摩擦能力,可以把鸡蛋洗得很干净的,来回地搓一搓。 鸡蛋虽然不吃外壳,但是我们要洗干净,这样可以防止细菌侵入到鸡蛋里面。 鸡蛋打入小碗中。 先不要搅拌,放到一旁备用。 不一会儿的功夫,木耳泡发好了。 我们用温水泡的木耳很快,加入一点白糖,能够促进木耳的泡发,多抓拌一会儿。 面粉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的,可以把木耳沟壑的灰尘杂质全都吸附出来。 这样洗得木耳比较干净,多抓拌一会儿。 木耳的口感清脆爽口,凉拌着吃,炒着吃,炖着吃,都很香的。 准备小碗调个料汁,加入一点盐,少许的十三香,来一点鸡精味精,来一点老抽,生抽,来点蚝油,香醋。 搅一搅,这个料特别的简单。 再切几个大蒜。 我们来看一下腐竹泡发好了。 一个个都没有硬心,泡得很快,加入了白醋,还有糖盐。 这样可以更快地把腐竹泡开,再来,把腐竹清洗干净。 夏天天气很热的,泡发腐竹,不要提前泡,试试我这么泡又快捷又方便。 锅里油热,下入鸡蛋。 我们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,再加入葱蒜爆香。 接下来加入水,大火煮开。 汤汁煮奶白,我们下入木耳,再下入腐竹。 翻炒均匀,焖十分钟,把所有的食材煮熟。 煮好之后,加入调好的料汁,再次地翻动均匀。 哇,好香呀,整个厨房布满了香味,好有食欲。 加入青红椒点缀增香,可以关火了。 哇,好有食欲呀,家人朋友们,看看怎么样。 这样最好的腐竹一锅出,又有汤汁,还有木耳鸡蛋。 搭配着米饭吃,甭提多香了,超级的入味,好吃的, 要比炒的腐竹更香,又有素菜,又有荤菜,好有食欲呀。 鸡蛋,木耳,腐竹搭配在一起吃,口感层次都比较多的。 三鲜腐竹,像我这么试试做吧,保证是你胃口大开, 夏天就算再热,也能吃上三大碗米饭。 师傅。 请想mm入多点粉丝,说面素菜为几壁ung雄投资。 提 nue,这项 gospel给我们联系적인话法。